乌尔战争双方持续在乌东基站 过去一天之内巴赫姆特附近至少有500名士兵死伤 乌克兰继续喊话希望获得西方军援战机 美国直言不会提供F-16 不过乌克兰证实首批军方军援的坦克 将会有120到140辆左右到达 二军士兵快速装填炮弹朝目标发射 搬出PC-30多管火箭炮 二军对乌克兰的轰炸毫不留情 对乌东顿巴斯地区来说 炮击声已经成为日常 尽管战事兼具但乌克兰士兵奋力苦战 因为二军持续对巴赫姆特展开强烈攻势 前线状况越来越困难 布拉戈达特念村位在通往巴赫姆特的高速公路旁 离二军前阵子占领的苏勒达尔相距不远 但乌军博士说这座村庄还没有沦陷 他们已经将敌人击退 盘点乌克兰目前装备虽然有防空系统助阵 但相对缺乏先进数量多的战机 因此在战术上只能采取空中拒止 也就是保持防空系统机动性 不停变换位置 只能防守无法主动攻击 乌克兰空中战力较弱 前线军人大声疾呼 希望取得F16等现代战机 但美国本来已经表态不会给F16 也不给其他战机 不过现在根据外媒报道 美国似乎又改变心意 也有一帮乌克兰夺回师徒 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乌克兰伸出援手 但战机能否到位 仍旧是未知数 法国不排除 运送战机的可能性 现在乌克兰也证实各国给的首批 坦克大军数量多达上百辆 坦克联盟持续扩张 但是这些坦克运抵乌克兰后 不可能一到手马上就上战场 因为还需要一段训练时间 十周训练浓缩成五周 看得出乌克兰心急 想要这些重型武器尽快成为军队左右手 只是能对俄罗斯造成多大规模反击 持续考验无恶双方战场上的耐力 TBN新闻综合报道 瓦格纳佣兵团在巴赫姆特 逐渐打出成绩 佣兵团创办人普里格金 在俄罗斯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 现在还传出在前线作战的 佣兵团重担后不会立刻倒地 行径就像刻过药的丧尸 外媒就报道了说 这个领导人过去热衷研究毒物 对旗下的士兵未毒并非不可能 乌克兰士兵矛起来开枪 因为不远处正有瓦格纳佣兵步步进逼 镜头拍下激烈交火直到最后双方都损失惨重 战壕中幸存的污兵形容 瓦格纳在这也是审出人海战术 派出十倍多的兵力 并每次十人一组慢慢推进 可怕的是这些佣兵还出现宛如丧尸般的举动 乌军怀疑瓦格纳佣兵在进攻前都被喂了毒 尽管无法证实但可能性确实不低 一名被俘虏的瓦格纳佣兵坦言 从开始打仗就知道根本没被当成一个人 先前叛逃的前瓦格纳指挥官早证实 内部动私刑的状况很常发生 不过对于类似的传闻 瓦格纳创办人不正面回应还这样呛CNN 自从瓦格纳掌控苏勒达尔 普里格金的形势更加高调 分析认为他很快能在俄国政坛占有一席之地 但俄罗斯正规军也不能真的被瓦格纳比下去 上个月28号瓦格纳才声称控制巴赫姆特以北的布拉霍达特内 周二俄国国防部也宣布拿下这个村庄 感觉得出来双方似乎在互相较劲 普京说穿了还是要面子 这点他的小老弟白俄总统卢卡申科倒很清楚 他访问星巴威之余还不忘夸赞俄军实力坚强 根本不用人帮 但普京钱文胆可不这么认为 他说普京现在就非常需要瓦格纳创办人普里格金帮忙 两者依存关系已因为这场战争出现变化 TVBS新闻综合报道